第四千零五十四集 萧五一纠正了叶晨的说法 说话语气无比的自信 还有强烈的傲气 他的确有自傲的资格 因为他就是轮回天剑的铸造者 叶晨心中震撼 自然相信萧五一所言不虚 那要怎么恢复你的实力呢 说话间叶晨施展出八卦天丹术 想要治疗萧五一 但八卦天丹术的光芒 却无法渗透到萧五一的体内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挡住了 萧五一摇了摇头道 我被羽黄谷地镇压 又被裁决之主禁止封锁 体内血脉伤痕累累 已经不是外力能够治疗 只有我萧家本源血脉的能量 才可以让我复苏 叶晨脸色一沉 那你的意思是 萧五一指了指萧清言 轮回之主 我跟你说过的 杀了他 这人是我萧家的后裔 杀了他 拿他的鲜血供奉我 我可以恢复部分力量 杀死三族老祖绰绰有余 不行 听到这话 叶晨当场拒绝 萧五一呵呵一笑 三族老祖马上就追来了 想要对抗必须付出点代价 这是最小的代价 现在形势危急 想对抗三族老祖 要么是牺牲萧清言 要么是牺牲愿望天心 要么是牺牲红霞仙子 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 叶晨咬了咬牙 只觉得无比的棘手 萧清言这时候也不说话了 他虽然不想死 但形势太过严峻 只怕轮不到他选择 轮回之主 终于追上你们了 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一道狂傲的笑声 却见红微臣身影浮现 犹如日月流星一般 破开重重虚空追杀而来 林法明与莫清玄 在他后面飞速跟随着 三族老祖成三角阵势 契机相连 隐然一体 威严无比磅礴 没时间了 快杀了这女人 拿她的鲜血供奉我 这是最小的代价 萧不一看到红杯尘追来 生死已在一发 但面容语气依然平静 淡漠得令人心凉 似乎在他心里 永远是绝情的模样 不管是父母还是后辈 都可以直接杀死 完全不顾人伦 不 我拒绝 叶辰却是摇头 一手拉住萧清玄 一手拉住红霞仙子 左右看了看两女的脸庞 红霞仙子与萧清玄的脸庞 神色都是非常复杂 带有欣慰 感激 无奈 苍凉 决绝之意 虽然你们不是我的女人 但不管如何 我都不会拿你们的性命 祭天 叶辰声音无比诚挚 红霞仙子与萧清玄心头激动 都是默默地望着他 叶辰身后 骤然涌荡出信仰的白光 一颗璀璨的星球 缓缓升腾而起 这颗星球 到处布满了祭坛神殿 道观楼宇等建筑 亿万信徒在膜拜 星球中心还有着一棵风雨灵树 正是愿望天星 这颗愿望天星 已得到过本源飞红玉髓 风雨灵树气韵 一缕许愿池水的淬炼 能量之磅礴 比起昔日在如祖手中的时候 不知要强悍多少 轮回之主 你想干什么 萧不一看着愿望天星升空 顿时失声地呼叫起来 心里极为不妙地预感 叶辰握了握拳 我准备献祭愿望天星 说话之间 叶辰灵气沟通愿望天星 整颗星球都剧烈地震荡起来 亿万信徒 迸发出浩瀚的吟唱之声 璀璨的信仰光芒 照耀千万里 红卑尘等三位老祖 被愿望天星的光芒 晃得刺眼 停顿住身形 轮回之主 你要祭天愿望天星 红卑尘看到那愿望天星 在缓缓膨胀着 不禁变了脸色 如果愿望天星献祭爆炸 那威力绝对是可怕 虽然以他的修为 不会被炸死 但也绝对要重伤 重伤之下 就是一块砧板上的鱼肉 只能任人宰割 他万万没想到 夜晨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 宁愿献祭愿望天星 也不肯交出万妖先持 不 轮回之主 愿望天星 乃天地其宝 你怎么可以随便献祭呢 萧不仪突然历声大叫起来 他始终一直是沉默的模样 但现在彻底动容 因为他是一个弃痴 愿望天星在他眼里 就是完美的法宝 是天地的造物 如果直接献祭掉 那简直是对造物的糟蹋 一般的混沌法宝 都是人为铸造 但愿望天星不是 这颗星球 是从许愿池里诞生出来 是天地的造物 作为一个弃痴 萧不仪绝对无法容忍 夜晨居然宁愿献祭愿望天星 也不牺牲萧青眼 愿望天星缓缓膨胀着 萧不仪的眼瞳收缩 骤然间脚掌一踏 冲飞上天 一掌向着愿望天星 笼罩而去 他掌心之中 透出一股强悍的 圆树气息 那是九天神术 兵自觉的波动 他竟然听着虚弱的身躯 强行动用兵自觉 也要阻止夜晨 献祭愿望天星 你这个疯子 给我滚下来 夜晨脸色一变 急忙寄出荒漠天剑 一剑向着萧不仪劈絮 要将他逼下来 战局危急 如果时机被耽搁了 红杯尘不会再给他 献祭法宝的机会 萧不仪面容冷峻 看到夜晨一剑劈来 反手一掌 竟然将夜晨的荒漠天剑 打落了下去 那边的红杯尘 本来想趁机袭杀夜晨 但见到萧不仪的手段 心中一领 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却见萧不仪浑身的气血 生机在不断地流逝着 他身体太过虚弱 现在强行出手 是在燃烧生命的力量 从许愿池里诞生出的法宝 简直是天地的绝妙造物 这颗星球比起普通日月星辰 还要壮丽万分 你怎么舍得献祭呢 萧不仪抬头迎望着愿望天星 仿佛第一次仰望星空的古老仙民 眼神里透出极致的沉醉 梦幻的色彩 她是一个气痴 在她眼里 什么父母人伦 男欢女爱 都是虚妄 唯有炼器 唯有兵器法宝 才能引起她的兴趣和眷恋 现在 夜晨这颗愿望天星 却让她无比地迷醉 与其让这颗星球死去 倒不如我去死好了 萧不仪目光平静 悬浮在愿望天星之前 仿佛一个守护星空的孤独者 身形带着落寞 还有一丝绝断的大气魄 夜晨内心一震 目光带着一丝震撼 正正地看着萧不仪 这一刻的萧不仪 仿佛是一个殉道者 为了炼器而殉道 目光充满了虔诚 她这股虔诚的气息 与愿望天星互相沟通 人与星球相融 天人合一 浑身蒙发出 极其璀璨的神盟 你是 传说中的气痴 剑神老祖的徒弟 红杯臣看到 萧不仪这副模样 终于醒悟过来 明白了所有 面容露出了 无比惊骇与震步的神色 传说萧不仪 尽得剑神老祖的真传 冰子觉神通逆天无敌 他是要爆发 地心欲谁能挡住 该死 镇子觉给我镇压 红杯臣大害之下 双掌狂拍而出 犹如山崩海啸 千万重大阵爆裂 化作一股混沌鸿蒙的 磅礴力量 狠狠向着萧不仪 轰杀而去 萧不仪孤独的身影 悬浮在天空之中 面对红杯臣一掌爆杀 在狂暴掌风的激荡下 他仿佛惊涛骇浪里的 一夜小舟 但是即便如此 萧不仪面庞上 也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依然是平静 平静到充满了 殉道者虔诚的姿态 令人震撼 冰子觉 地暴天兵 骤然 萧不仪轻轻吐声 手掌隔空向着大地一握 千万里的大地 瞬间震荡起来 宛如末日的地震 板块开裂 一缕缕地脉灵气 雾土精气 混合着千里尘埃泥土 倒冲上天 并瞬间凝聚成了一颗 巨大的雾土星球 这颗星球 涌荡着浩瀚的元术气息 是纯粹用冰子觉 铸造出来的 蕴含着地脉大势 天象气云 这颗星球是如此的巨大 如此的猛烈 仿佛聚合了千万里 大地的灵气 遮天蔽日 卷洞风云 红卑尘看到 这颗雾土星球的诞生 彻底惊呆了 快走 几乎是一瞬间 红卑尘感受到 这个雾土星球的可怕 上面汇聚了 最顶尖的冰子觉神通 代表着冰子觉 至高无上的威严 而施展这一招的代价 是肖不一自身的性命 这颗雾土星球诞生出来后 它的面容已经彻底苍白 身躯彻底枯高 所有血肉的灵气消耗殆尽 整个人有如一具枯尸一般 一具枯尸 拖着一颗雾土星球 更高的天空上 愿望天星在照耀着这画面 极其的壮观 小不一一挥手 那雾土星球轰然煞出 将红卑尘的镇子觉气息 彻底碾碎 如果论武道的话 现在的他 未必能与红卑尘相比 但如果论九天神术 论梵天神功的造诣 那红卑尘是万万不能与他相比 红卑尘的镇子觉 在肖不一的冰子觉面前 简直是土鸡挖狗不堪一击 那雾土星球 一路轰隆隆破空轰杀而下 最终砰的一声 在红卑尘背后爆炸 红卑尘口吐鲜血顿时重伤 林法明与莫清玄两位老祖 也是被炸成了重伤 三人无比狼狈 被炸飞了出去 在漫天激荡的雾土尘埃中 也不知是死是活 那雾土星球爆炸 强烈冰子觉 元气炸裂出来 方圆数千里的森林大地 一下子被夷为平地 场面蔚然壮观